好,现在我们开始来起针 打一个活结 我们先勾四个辫子 然后绕两次线 回到第一个针目 我们勾一个长长针 好,一次性带过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稍微的拉松一点点 这个线圈 然后我们绕线 在这个线圈里面呢 我们带八次线啊 勾八次这样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八 看啊,我们带了八次线 现在呢我们试这样 两个线圈 两个线圈的放啊 放一次绕线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,我们这里有四个线圈 我们再放啊 好,剩下两个线圈 我们再给它放一下啊 我们可以数一下就是 这里啊,这里啊 这里啊,有这个线特别明显的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次啊 好,然后我们转过来 就这样直接转过来 我们再勾另一面啊 就是这边 同样的我们带八次线啊 就这样 中长针绕线 带八次 看,我们这不是绕了一次 然后带了一次吗 它这里就有两个线圈 我们放的时候呢 就是放的这两个线圈啊 好,绕了三次了啊 绕八次 好,这边的八次 我们然后又是两 两个线圈 放一下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,然后我们再给它放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转过来 好,转过来之后呢 我们要换一个颜色啊 我们换线啊 颜色的话呢 大家自由搭配啊 然后把这个线圈 给它拉近一点啊 好 然后呢 这里我们勾哪里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就是这样的 一 我们不是勾完这个 它都有一根线 比较明显的嘛 我们入针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同样有八次啊 我们这样 相当于再勾一次 只不过呢 这个要短一点啊 一 二 三 四 五 每一个 就是上面呢 都给它调一下 我们之前不是勾了八次吗 就八次呢 上面都给它带一下线啊 还是八组啊 好 然后我们再放 一 还是啊 二 三 四 五 一组一组的放啊 六 七 最后这里呢 我们可以同时这样给它 把所有的拉过来啊 同时一起拉过来 所有线圈 就不用像上一次那样了啊 好 然后直接转过来 转过来 大家可以先数一下啊 二 四 六 八 有八组 八组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就直接这么入针 就可以啊 还是 按照 这一组的方法来啊 好 我们还是 一组一组的 这样给它放啊 好 我们放到最后这里 我们看啊 同样的 勾过来 这里不就两个线圈吗 我们再给它放一下啊 这样的 现在我们转过来 这是正面啊 这边是反面 我们一组花形呢 就完成了啊 完成之后呢 我们这里勾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线圈 然后我们 拉出另一根线了啊 就是浅一点的 这根线 我们从这里啊 入针 或者这里入针 也可以啊 还是从里面吧 这里入针 勾出来 把这根线 然后这里勾四个辫子 二 三 四 然后这里的话 浅色线 我们绕两次 我们在这里面呢 再勾一个 长长针 好 现在我们又给它换回 深色的这个线啊 我们绕一 我们绕一 二 三 绕三次 还是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勾一个三卷长针 是这样的啊 然后呢 一次性 拉过来 拉过来 我们又得换这个浅色线了啊 浅色线呢 再锁一针 好 锁一针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 深色的这个 我们勾八个短针啊 在这个上面 勾八个短针 我们这里八个短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还在这里啊 这个洞眼里 我们给它引拔一下啊 这样引拔 引拔好 转过来 再锁一针 相当于这里有两个辫子啊 接着呢 还在另一个辫子上 就是深色的这个 紫色的这个啊 好 我们还是勾八个短针 七 八 好 八个短针之后呢 我们和第一针 第一针这里呢 我们勾一个短针来连接啊 如果勾引拔的话 有点歪 我觉得不好看啊 我们就勾一个短针 来给它连一下啊 就这样 连好之后呢 我们再勾 一二三四 我们又重复了啊 然后两个 绕两次线 我们回到短针的这个 里面呢 勾长长针 这个位置啊 忘了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勾长长针的时候 把这根线给它带上去啊 我们绕两次线 回来 把下面的这根线 给它这样往上带一下啊 好 再放在钩针上 好 再放 再把这个线给它带上来 好 这样的话呢 这根线 它就在上面来了啊 看啊 就这样的 这个位置呢 又是重复这个地方的勾法 就是重复这个 爱心的这个勾法啊 和这里一样的 拿松一点 我们就重复八次啊 好 重复八次之后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啊 两针 这样给它放啊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剩下两根线 带过来就可以了啊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就重复啊 重复吧 另一边给它勾好啊 好 我们这边的八次也完成了啊 现在我们又得换线 把这个紫色线给它带上来 这个要拉紧啊 同样的啊 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呢 一直重复就可以了 其实啊 后面的 这边还是八次线啊 好 大家呢 先完成啊 先完成 完成之后呢 就按照前面这一组 一直重复就可以啊 我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 看就这么一直重复 往上走就行啊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 其他的勾法 包括这个花朵 还有这个带子的勾法啊 大家就先完成 这个主体的勾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